警方破窗後持槍鶴令 接著將一名黑衣男子押下車 男子被靠上手銬還不安分 最後被團團警力壓制在引擎蓋上 扶架女子也被鶴翅下車 女子走下車 懷中居然抱著一位兩歲幼兒 被警察壓在引擎蓋上面 17號晚上警方在花蓮新城鄉 發現一部白色轎車 車牌燈不亮 於是鳴笛上前盤查 沒想到白色轎車先是打燈 假裝要停車 下一秒卻突然踩下油門 加速逃逸 警方緊跟後頭 白色轎車一路狂飆 违規逆向 甚至差點撞上一名機車騎士 警方請求支援警力 最後在國民五街巷口 前後包夾成功攔截逃逸轎車 經查駕駛為花蓮地檢署 發布之毒品通緝犯 另於副駕駛身上起貨吸食器 針頭安非差命殘渣等物品 一查才發現王姓駕駛不只是 毒品通緝犯 就連副駕駛座王姓 妻子的包包裡 都藏有吸食器和毒品殘渣 蛇行狂飆的過程中 王姓妻子懷中 就抱著兩歲的兒子 男子怕被釋破 通緝犯身分 不過妻兒安危假扯逃跑 被移送歸案 妻子也被依法驗尿 危險駕駛行徑 不只危害用路人安危 更將妻兒生命置於險地 最高面臨8萬5千元罰還 三立新聞呂研報秀為華聯報道